哈喽亲爱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咱们今天这一期啊就在这个美国方面的当地时间3月4日美国的副国务卿对外公开释出消息说 如果俄罗斯现在停止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行动的话啊 西方将取消就该事件已经出台针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措施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美国方面是否就释出这个消息来讲啊 已经对俄罗斯进行态度层面的软化 那俄罗斯方向呢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给出一个公开回应 那么我们能拿到现在一手的啊 就是说现在能拿出来的最新消息是啊 包括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啊 对外也是宣称即便乌克兰方面签署合约 也就是说俄乌方面的这个城下之盟签署之后 俄罗斯也不会停止对于乌克兰方向直至他全面完成非军事化的这种啊 这个状态的改造 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美国方面又释出这样的消息 同时也释出了一个另外的渠道的消息 也就是说呢在3月1日的时候 美俄方面呢已经建立了特别的军事连线 避免战略层面的误判导致出现更大可能性的这种啊 矛盾的激化 乃至三战的发生啊 那个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 我们先来说一下 那么美国方面释出这样的消息 那乌克兰方向会不会说是就此而停止呢 在我本人看来我觉得并不会啊 首先第一乌克兰方向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这个换谈判的地点 也不断的在跟这个俄罗斯方面拖延各种各样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乃至俄罗斯方向出现的一个消息 还有一些其他方向的揣色说啊 乌克兰其实是在听美国的声音 包括这一次的俄乌之战啊 特别是在战略层面啊 在战役层面的部署方面 军事方面的部署方面 除了有这个西方世界对于乌克兰方面的一个军援之外 那么这个西方透过军事卫星啊 在给这个乌克兰下指导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西方呢 也纷纷包括甚至啊 之前的态度一直比较和缓的德国也宣布啊 把他们库存里面82年的啊 82年的苏质装备啊 都开始啊 交付给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方面呢 也这个总统泽莱斯基呢 也宣布啊 有16000人的新的非乌克兰籍的外籍 雇佣军部队加入到俄乌之战当中啊 参与和这个俄罗斯的对抗 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看啊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去集结这么多啊 我我我高度怀疑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我个人的揣测啊 这个美国的黑水公司啊 应该是贡献不少啊 那如果你不了解美国的黑水公司的话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啊 美国的黑水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做什么的啊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俄乌现在的这个局势上来看啊 包括车臣的领导人啊 车臣方面的领导人呢 这个也在公开的宣布一个事情啊 说这个车臣方面在这个三月四日的时候 三月三日的时候 已经把乌克兰最大的军事基地拿下了 已经拿下了 现在啊 这个俄罗斯军最 著名最有战斗力 以彪汉为这个战斗作风的这个部队啊 也就是说 有卡德罗夫啊 现在所领导的车臣武装 开始对这个基辅进行开进 那么俄乌方面的谈判有没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呢 也也不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双方也达成了一个最大的共识 也就是说在西方开辟一条人道的这个走廊 人道主义走走廊 方便啊 这个老百姓啊 一般的老百姓从那个地方撤离 那么欧盟方面也宣布啊 这个正在这个要接收啊 接收接收一下 这个来自乌克兰方面的这帮老百姓啊 接收到欧洲 那到目前为止啊 这个欧洲方面应该是准备要把这些老百姓 分发到各个这个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啊 我觉得应该是就近安置比较好 像例如立陶宛啊 对吧 这这些跟中国啊 这个关系比较好的国家 主要是多安排安排立陶宛啊 我觉得立陶宛啊 还是有有有闲有闲时间啊 有钱有闲 让他们请这个乌克兰老百姓啊 喝点这个狼母酒暖暖身子 啊 毕竟呢 现在是雨季啊 所以说是这个可能啊 会好一些 那么回到这个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局势当中啊 我们特别要讲啊 那西方释出这个消息 包括啊 这个乌克兰的和在和这个俄罗斯谈判的过程当中 俄罗斯根本就不可能停止这个军事行动 为什么那么说啊 还是那句话 西方的嘴骗人的鬼 从一九这个一九九一年啊 苏东解体之后啊 乌克 北约方面啊 之前就已经承诺过了 苏东解体完了 这个苏 前苏联的领导人啊 也说了 说我们就比较担忧啊 你们北约 在我们解体之后 你们这个不 不断的扩大啊 不断的扩大 这对于我们来讲 安全是那个什么的啊 那北约那时候也承诺说了 啊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们不会的啊 我们是不会干那种事情的啊 我要是干那种事情的 那个你就当我没说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连续五次的北约动扩 现在 北约组织成员国不断的扩大之下 扩大什么程度呢 乌克兰如果宣布加入北约的话 那么基本上北约的城墙倒了 直接就砸到这个乌克兰的境内了 这个俄罗斯的境内了 那你说俄罗斯能不急吗 俄罗斯能不跳吗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俄罗斯方面一直在跟北约释出这个消息啊 很多人会说啊 这个俄罗斯不人道啊 俄罗斯不讲究 俄罗斯直接对乌克兰发动这样的这个组织 我们反对啊 我们这样这样做是不对的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不把人逼急了 人家能打你吗 还是那句话啊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这是单巴掌拍不响 就是单巴掌有事也拍得响啊 人家照你脸上抽 然后你还不还手 今天割五成明天割十成啊 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过勤论啊 明天再割你就没地可割了啊 再割你就基本上你就给宣布投降就行了 你直接把你国家的领土割给人家就可以了 啊你我就普京宣布迁都啊 全迁到哪里去呢 迁到这个这个白令海峡附近 把那个迁到那个地方 然后开始慢慢把自己的国土割 是这样吗 所以走到今天为止 俄罗斯方面一直在不断不断的强调一个 北约不可以让乌克兰加入 而北约方面并不愿意公开给出这样的承诺 所以俄罗斯在单方面的采取果断措施 我们说你有没有听过果断措施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台湾的观众啊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个对话啊 如果台独势力挑衅逼迫的话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啊 什么叫果断措施你就明白了 就叫特别军事行动啊 那么就在这场特别的这种军事行动之下啊 那美国方面的美国能源部长呢 发推特啊 说啊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这个反应堆啊 已经安全关闭了 而且呢 这个附近的指数未见升高 为什么那么说呢 其实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新闻也报报道说 俄军啊 攻击在这个乌克兰境内的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 啊 这个是一时间又讨论起来了哈 你看啊 俄军万恶的万恶的老毛子 又开始啊 这个干出如此不人道 而就在此时啊 我们不得不说啊 在西方的整个媒体攻势之下 现在其实就是舆论战啊 就是舆论战 没有任何止战立场了 现在啊 那个 就算俄罗斯方面 我们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俄罗斯方面再疯啊 再疯狂啊 再彪悍 再不讲理智 他也不可能去攻击热核电站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而与此同时就在联合国的原子灯机构啊 这个也发起了一个特别的会议 这个提案是由谁来提出呢 是由加拿大和波兰提出的 要求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核方面啊 要进行一个保障和保护 那中国方面呢 已经投出了反对票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新闻上来看 看到的哈 中国方面的理由是说 这已经超过了原子能机构的这个权力范围了哈 其实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政治因素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呃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么有组织 有纪律啊 这个有预谋的啊 这个这个套路打出来 你能够看得出来 这其实人家西方已经早就准备好了 再跟你玩这场战战斗哈 那么另外我们最最后啊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回到整个的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呃 军事的行动来看 当然一方面哈 在之前呢 有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消息 说哈 俄罗斯呢 已经被人家这个给给给治的差不多了 所以呢 这个俄罗斯这次啊 估计啊是输了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你你看西方媒体看多了嘛 对吧 你看西方媒体看多了 你就会产生这样的这个感受 我们还是来来说一下哈 在这场军事行动当中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地图来看啊 特别发起的这场军事行动啊 一个是在这个方向啊 这个方向 基本上是以基辅为单位的这个半包围形式 特别是一直到这个位置 一直到下来 一直到这个奥德萨 奥德萨的这个位置啊 基本上处在一个半包围 俄罗斯的这场军事行动 而在特别是在哈尔科夫市啊 现在目前为止 这个地方还是没有被拿下 可是呢 这个赫尔松 这个地方赫尔松和这个马里乌博尔 已经这个被俄罗斯方面呢 宣布被拿下了 那么现在整场的这个攻势 因为这个哈尔科夫市啊 各方面呢 都有报道说啊 哈尔科夫这个地方啊 有乌克兰两个精锐率 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拿下啊 非常顽强这个地方 可是在整体的这场攻势当中 你可以看得到俄罗斯方向 从这个方向啊 从这个这个克里米亚方向 还是从这个顿涅斯克的这个顿巴斯地区方向 向这个挺进 还是从上方向下打击 一直顺着这个整条的帝伯涅河 这个位置啊 就是看这个这个这个黄 这个这个蓝色的这这条河啊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种趋势 要从哈尔科夫这个地方啊 包括帝伯涅河顺流直上 包括在整个顿巴斯地区 乃至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完全被俄罗斯的军事啊 这个呃军事所控制住 完全被控制住 那整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来讲啊 虽然各个方向都在评论啊 特别是西方的媒体在说 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不断的在受挫 不断的在这个呃 被阻碍的这种情况之下 乌克兰方面呢 也宣布说我们派出一万六的这个共用军 又加入到这个战斗当中 而且呢我们不断接受啊 和要求啊 这个西方国家 特别是德国方面啊 给我们多捐点82年的这个苏质装备 让我们来抵抗俄军呢 那俄军呢 的军事行动明显在现在这个程度之上啊 是加了很大的这个码 加了很大的码 而这个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啊 你这些雇佣军啊 如果参加到战斗当中啊 你是不受战俘保护的啊 你被捕了之后 你可不是战俘了 你们这帮人都会受到刑事起诉 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俄罗斯方向包括俄罗斯外长啊 给出的这个是条约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给出的这个示意 也是说 现在你西方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啊 你停止制裁 已经不能够阻止俄罗斯方向了 俄罗斯现在该制裁的已经制裁了 该造成的损失已经都造成了 俄罗斯现在只有一条路 就是一 孤注一掷 且完全的把这个乌克兰压在城下 直至乌克兰能够达到俄罗斯的一个最低标准 就是完全的解除乌克兰的军事化 完全的把它缴械掉 就是说白了 就是把你净身了 知道这个基辅啊 直到基辅被拿下 现在呢是开辟了整个的这条西方啊 这个地方 呃乌克兰呢 这个地方是被解放出来的 为什么呢 方便老百姓离开 你可以看到俄罗斯方向啊 这个这个夺损的这招啊 这些老百姓进入到啊 透过这个方向啊 进入到波兰 进入到斯洛伐克 进入到匈牙利 进入到罗马尼亚啊 在这个地方啊 由他们剩下的事呢 就由这个欧盟方向啊 来负责解决一下 乌克兰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啊 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你北约组织 到现在为止 你都不给出这个承诺 那你那你只能说是说白了 你就交给俄罗斯了 而我们刚才也说过 在3月1日的时候 美国方面就已经跟俄罗斯啊 开辟了这个俄美的热线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人家这帮会玩的大佬们 早就已经知道怎么玩了啊 你可以揍乌克兰 你可以狠狠地羞辱他啊 你可以狠狠地把他打趴 按在地上摩擦 我们是绝对不会管的 但是咱们彼此之间啊 你要注意啊 咱们不要发生冲突啊 不管你不管泽连斯基啊 被打的有多多惨啊 叫的有多多大声 你放心 我们啊都是在这个桌子底下 互相踢腿 我们呢不要撕破脸 这样呢有碍于我们挣钱 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最终这个俄乌之间的这种战斗 能不能够阻止 包括西方的制裁之下 不管是硬先硬后软 再硬再软 不管再是他是软是硬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永远都阻止不了俄罗斯 进行一个目的的达成 就是彻底的将乌克兰非军事化 能够永远的安住普京的心 即便普京下台之后 对于未来的俄罗斯 乃至说是未来的欧洲 未来的整个人类的命运 其实都是有帮助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乌克兰很明显啊 你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你竟这个单边站队 然后呢在这个大佬之间的博弈之下 你很明显不知道怎么跟大佬相处 那么好 我就直接把你脚卸掉 把你的家伙事啊 直接给你cut掉 这样呢你就知道了 即便你再想有点什么想法 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把你弄掉 那么到现在为止啊 我们也特别说一点 至少我觉得啊 从哈尔科夫市沿着这个蒂波涅河 一直到这个奥德萨这个位置啊 这个会儿这个未来就是乌克兰就别想要了 乌克兰你就别想要了 那除了你解除武装之外啊 就是沿着蒂波涅河 沿着整个黑海这个进入到蒂波涅河的这个位置 一直到哈尔科夫直接人家就把你嘎走了 这块地方已经不嘎乌克兰了啊 连顿巴斯都给你嘎走 所以呢 你基本上乌克兰就变成一个 你懂得啊 一个内陆国家了啊 你就成功了 你从此之后啊 再也没有新的想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被人缴械了 你是个无根的人了 所以呢 再有美女在你身边啊 你也可以做到坐怀不乱了 啊 这个未来我们还继续要关注啊 这个俄乌的最新动态来给大家报告啊 不然我这个议员店的店长也是白当了 我是罗尼 我在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